建国科大私事日在美学文物馆举办春风画艺建国科技大学教授连展 鼓励教职员能培养艺术兴趣 从事潜移默化的休闲活动 进一步提升身心灵健康与美学涵养 那么这里面大概有120几件的作品 有20几位的教授来参与 那里面有油画 有水彩画 还有国画 当然也有一些其他雕塑的作品 还有我们喜文龙的大作 还有我们的一些像这个布偶的这些作品 是蛮多元的 这个特别感觉的亲切 因为都是自己的教授的作品 一起来 像我今天在这边 就也来共襄盛级 做热闹 我也来吹吹萨丝风 我想大家都感觉非常愉快 来自各系不同领域专场媒材的教职员 皆能在此次连展中互相交流与对话 是本年度重要的艺术盛会 建国科大虽是以理工技职起家 但是对文化艺术非常重视 让平时热爱艺术的教职员 能共襄盛举展现他们的作品 这个是用不锈钢做草书 还用我们青铜做这个 在千字文里面有我们的复合成的一个城市都市 等于是我们这开天弊地 其实从人类开天弊地以来 这样的一个过程 在千字文里面已经有描述了 到现在我们像这里面的一个繁华的都市 其实都是在千字文内容的一个描述当中 所以我用这样一个小孩子 表现像一个超人一样 登上千字文的顶峰 好像能够超越宇宙 其实上是一种思维的一个超越 这个是我在五年前开始创作这一系列草书的作品 我就希望把很多我们也许现实忽略的一些元素 重新做一个组合拼贴 然后并置的方式去呈现出一个超现实的一个想象空间 然后传达出很多的一些故事 那也就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去叙述 很多大家可能熟悉的方式 可是却有着很多故事的一些层面的方式去做处理这样子 那希望就是从大家大家都可以来这边看这个作品以后 然后从中看到自己也许认同 然后或者熟悉的一些故事 本次展览包括水墨、书法、雕塑、油画、水彩、数位艺术、手工艺品、多媒体影像互动等领域的艺术创作 展期即日起至9月30日子 共有23位教职员提供122件具有代表性创作的作品 希望透过多元表现形式传达不同媒材差异性 藉由展示进而了解创作者的美学风貌与观念 让您感受到鲜活生动的气息 勾引频道林俊明、张华采访报道